今天我们继续来压榨奸商 走着 哎 发现了奸商一只 走 去看看他的交易列表里面有没有在卖神装 小奸商 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在卖什么好用的装备 呃 好像没什么东西嘛 我去 发生了什么 屏幕怎么在一瞬间就变成黑白的了 哎哎哎 我不过就是不买你的东西而已 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呢 哎呦 幸亏我穿的盔甲后 你打不动我 哎 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的护甲突然变低了 他的伤害这么高的吗 几刀就把我身上的护甲给打爆了 我去 你不要被我动手啊 我刚更新了枪线模组的 哎 我的子弹呢 我的枪呢 我的头盔呢 他们都去哪啊 哈喽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 杨茂的外部枪 这期呢给大家带了一款 奸商黑化模组 由于呢 我在之前的视频中啊 过度迫害奸商 引起了奸商们的强烈抗议 于是啊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奸商们悄咪咪的往我模组包里面 塞了一个这么样的模组 自那之后 只要我出于好奇心 点开了奸商的交易界面 然后不交易直接退出 他们就会突然炸毛进入黑化状态 追着我疯狂攻击 黑化后的奸商攻击伤害虽低啊 但是每次攻击都会附带偷窃效果 打着打着我们身上的装备 就会被他给偷光 一个不留神的话 我们全身的加弹就都没了 非常的恐怖 好吧 其实也没有那么恐怖 我们有两种方式拿回自己的装备 第一种呢 是点开面板和奸商进行交易 通过绿宝石和奸商换回自己的装备 有一说一啊 这个价格 奸商果然不适合 这可是整整一组钻石和夏季合金套 为什么连十颗绿宝石都不要 难怪平时喜欢卖垃圾 一点经商头脑都没有 第二种呢 是通过武力的手段解决了 因为奸商所有的交易物 都会放在羊駝的箱子里 所以拿出我们的现弹枪 一枪封了奸商的羊駝 就能拿回我们被偷走的东西了 不过有趣的是 当我们先灭了奸商的羊駝 再让奸商黑化来偷呢 奸商会因为没有地方放 把我们的装备材料随意丢在地上 偷了和没偷一样 非常的滑稽 当然 如果我们身上本来就没东西 或者身上的东西都被偷光了 他们就会嫌弃我们穷 然后扭头离开不再攻击了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最后呢 玩这块模组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音量给调低 因为奸商变异石的爆炸音效 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 哦 对了 小伙伴们 我们新出了一个游戏 叫合成老阿阳 但是 我玩的实在是太惨了 怎么都看不到自己的头 能过的小伙伴 快在评论器里面 秀出自己的截图吧